那路徑的部分我補充一下就是 其實不見得每次都要輪陰輪繞 因為我們有些時候會這樣子 就是我現在在看這裡 好,比如說我們現在看這一邊 那我把這裡 先看我這裡好了 我這邊 那我就把這畫面拍下來 不用,我就直接拍 好,我現在看這裡 那待會呢 我想要看另外一邊 所以呢,我就 這個拉過來 換他講 好,我再拍一張 你看看我們平常泡泡不肯這樣做對不對 那我們回頭來,我們預覽一下 你來看看這樣的感覺是怎麼樣 好,到這裡了 下一個 好,現在我講 講完了 要不要換他講 你泡泡不會做這樣的概念吧 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Focus在裡面,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 我就覺得用這種方式 可以做 比較不一樣的呈現 這個是我稍微補充一下 另外呢,我們來看看 就是有關於PDF的部分 來,平常大家應該都有用過PDF的檔案 好,請問你在簡報裡面會不會放PDF 大部分大概不會對不對 因為簡報裡面放PDF好像有點麻煩 好,或者像Excel檔案 因為有些時候Excel檔案數字很多啊 那我要放大啊 怎麼辦 你也許就像這樣打開另外一個 但是我們在Focus在裡面呢 你是可以插入 PDF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PDF 點進來 好 那我剛剛有下載的剛剛那個形勢力 在這裡 OK 我就把它放進來 那這個可能要稍等一下 解析錯誤 檔案太大嗎 好,我找比較久之前的 有沒有那個一頁兩頁的 不要那麼多頁的 好,這裡是3,也是4頁的 我把它下載 好,96年的我來試看看 插入 PDF 看看這一張行不行 好,這個應該可以的 比較舊的格式 好,可以進來 OK,你看我這樣擺進來 那你不見到放在這邊 我可以縮小一點 好,這樣會擋到我們對不對 好,拿過來 OK 預覽一下 來,我想要看這裡 然後呢 人家就說看不到啊 放大一點 有沒有感覺 放大一點沒有困難對不對 那 但是他有好幾頁啊 怎麼辦 滑過來 在這裡 在這裡 有沒有上一頁下一頁 我再進來看一下 你哪裡看不清楚 我放大一點 給我看清楚 這樣OK吧 OK吧 所以我覺得他在處理這個PDF 其實也很方便 好,所以 這也是他的特點 因此呢,我把它擺在這邊 剛剛這裡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也很方便 那麼如果你都做好了 當然我們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PowerPoint 他們過的 都有自己的專屬格式 當然他們家也有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 做儲存 專案 好 他的副檔名 叫做FS 就是Focus Guide 所以呢 你直接給他 一個 好,我在這邊 存起來 這樣就好了 那麼 專案檔存完之後 他有一個特點就是 你在 我們 這個裡面 所用到的 這些圖庫 這些檔案 他通通都會包在 專案檔裡面 除非你是影片 好,不然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把專案檔帶走 你所用到的那些 圖片 音樂 通通都會包在 單一檔案裡面 你就不用擔心會忘記帶走 這樣了解 好 那 既然有存起來我們要看一下 怎麼輸出 所以你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匯出的功能 那我們來看看喔 匯出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國際版 所以其實你只有一個功能 可以用 就是 把它 匯到雲端 就發佈到雲端 那我把它往下走 下一步 第一個 你可以給他一個標題 好 那第二個 你必須要幫你的簡報做一個分類 看你的簡報你覺得是大概屬於哪個類別 那麼關鍵字的部分呢 這些內容 他其實 會自動去抓你 投影片裡面 應該說 Forexite裡面 你有用到的文字 他自動把你塞進來 當然你覺得不OK的 你就可以自己再修改一下 那載入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選擇 有沒有 我們以前看 Flash的動畫或網頁 有沒有很多 比較大就有Loading 載入中 登登登 類似像這樣子的 你這些都可以自己挑 那你的 這個 甚至你可以放你的Logo 也可以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了 所以 這邊應該還好啦 只是說 你在發佈的時候 大概就像這樣 那你就按匯出 他就會把檔案傳送到他的Servor端 那你就可以取得一個網址 這樣有沒有問題 大致上可以了解 但是你匯出 我剛有提過 有幾個 功能 你要特別留意一下 第一個 如果你有用Flash 這邊有Flash 有沒有這邊有Flash的 他上面就沒有動畫囉 不像這裡還會這樣 嗨嗨嗨喔 他只就剩 第1張 另外還有一個 發佈到上面不行的 就是我們剛用的PDF 因為他網路上不支援這個元件 好所以呢 那你要怎麼用 就在本機單用 其實事實上 跟各位用PowerPoint一樣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的PowerPoint 如果你的PPT或PPTS檔案 拿到沒有安裝Office軟體 也是一樣無用武之力 對不對 所以說 你今天如果我想要用這些元件 那我就把那台電腦的這個軟體裝起來 你打開之後是不是就可以預覽了 就可以直接播放了 這樣了解了 因為畢竟他沒有那麼有名嘛 所以這個是他的一個限制 他的限制 所以你輸出的時候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然 你可能 奇怪為什麼動畫不OK 原則上字體的部分 如果你有用到特殊字型 他也會包在我們的專案檔裡面 當然不鼓勵各位用太多啦 你不要忘記中文字型 請問 有沒有都很大 有對不對 所以你用太大的話 你打開的速度 傳送給別人的速度 就會比較慢一點 OK OK 可以喔 所以這邊我就稍微 先快速講一下 讓各位知道這一塊 那麼 剛剛這邊 這邊的我就不用再講了 好吧 我稍微把它 提到了 就 把這邊的 先跟各位交代清楚 好 還給你 OK OK 感谢观看